好 谢谢焦人 那么要注意咯 这一整周来说 午后雷震雨还是要注意 以及温度非常的热了 而国际上来看 也是受到热浪的冲击 巴尔干半岛发生大规模的停电 范围遍及了蒙特内哥罗 克罗埃西亚和波士尼亚 巴尔干半岛是遭遇了致命的热浪 当地的部分的高温 导致冲破了40度 才会发生大规模的停电 而在波士尼亚等等的地方 路上交通耗制都无法使用了 公共运输也受到影响 不少都造成了延误 还有商家们 不少的冰品热到融化 无法继续做生命 只是现在夏季才刚开始而已 欧洲的热让已经在各地引起了 不小的灾害